Hello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又是我David 和大家來分享英國的事情 因為停了兩天 原因是因為小弟很不幸地 真的病了不舒服 無端端發燒 可能疲勞過度 休息兩天 突然間昨天就發燒 不知道幹什麼 今早都害怕 然後去檢驗肺炎 英國那些 都蠻好 今天預約 大概半小時後 可以去檢驗 但檢驗過程就自己搞定 就是DIY 他給了一些設施 然後他盡量遠離你 你駕車進去 他放下一批東西給你 你自己搞定了 把他扔回給他 然後完結了走 都算很方便 詳情不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想知道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今次跟大家說什麼呢 今次跟大家說 低樓價地區 低樓價地區有什麼地方 更低樓價呢 Conventry 高雲地利城 這個地方樓價很低 還有之前有網友問過 叫我不但講conventry 他也跟我說 你講完整個Walwick的地方 就是Walwick share 其實conventry這個地方 是Walwick share入面的 其實很奇怪地 反而這個conventry 城市的大小 大過Walwick很多 Walwick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但反而整個棍 就是用Walwick這個來形容 叫Walwick share 兩句不表 再講回今次conventry 下一集 有機會再跟大家講回 Walwick share 裡面有什麼地方 因為擴展了下去 但如果整個Walwick share 包括conventry來講 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今次就Cut Cut開兩邊 今次講conventry 下次再講Walwick share 其他地方 好了 跟大家分享之前 都是老鳳的了 那就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一下這個 娟英論壇 上去發表一下你的意見 作出各種的解答 就是幫一下人 就是回答一下問題 如果你認識的話 跟著之後 如果你有什麼不知道 你可以在上面去問 還有你自己登廣告 跟人揮下手 告訴別人 你去那個地方 看看有沒有人加入你 各方面的事情 另外就是 打算移居去Nexus 或者Lexus 地區的人 那在Discription Area 那裡 就會有個 有條link 按進去一個問卷調查 那你就 按進去 儘量填下你的資料 跟著之後 到差不多 九月十月的時候 大概覺得資料足夠 那我就會把這個資料 飛過去給council 或者給一些有關的議員 希望他們能夠做出一些幫助 無論是學位 小朋友讀書的學位 或者其他各方面的醫療的設施 各種情形 那希望他們能夠幫到手 就是這樣 那過完這件事之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記得是按下個like share出去 以及subscribe這個channel 這樣 那等小弟 就多些人認識 跟著多些人罵 那就最開心 ok 是有些變態 不被人罵過不開心 那 看到自己的畫面都不太妥 唏噓的素筋 唉 不講這些東西了 那就 快快手指和大家分享 那今集說什麼呢 先把我死人頭 但是又要彈回我死人頭出來 ok 那今次就講conference一個地方 其中一個低樓價的地區 那它樓價有多少 我慢慢才跟大家說 那 通常呢 認識的都知道 一開始就會講一些 那個地區的概況 那conference呢 中文就叫 高雲地利城 高雲地利是 conference conference city 就叫高雲地利城 conference就是高雲地利 那其實呢 它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warwickshare裡面的 那 首先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圖 那 那 warwick在哪裏呢 其實在這裏 很小一點點的地方 連它旁邊那個攤 叫做 Walmington's Park 都大過它 出來了 這個warwick 那但是呢 conference就是屬於 warwickshare 就是這個華威棍 warwickshare挺大的 這裏有這麼多的 很大的地方來的 那 但是呢 warwickshare裡面 最大的城市 是conference 那樣 反而它 warwick是很小的地方 那剛才說了 不停地在那裏 很老土的 那 再說回呢 那 conference其實呢 除了是這個 warwickshare裡面 第一大的城市 之外呢 其實它是 總體來說是這個 West Midland 即是西中部的地方 是第二的 第一大呢 是 是Bermingham 第二大城市就是conference 那其實呢 很多人呢 他住conference 他未必真的在conference 那裏做事 很多時候呢 他們是因為 近白鳴港的地方 所以才去conference 其實由conference 去白鳴港 駕車 如果不塞車的話呢 路路暢通呢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就到Bermingham 但很多時候的情形就是說 譬如 你住conference 你做事在Bermingham 但是你不是進去Bermingham 可能是 不如在外圍這些地方 或者是蘇利浩 那些地方 那其實呢 它的車程又不是很久的 那通常呢 最塞的一段呢 都是由 由這些位 由這個圈圈 進去白鳴港 這裡才塞的 其實呢 在這個圈圈外面呢 就不會怎麼塞的 就是這樣一個情形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conference在這裏 其實呢 conference 有什麼好說呢 conference呢 就是講一個概況給大家聽先 它其實它最經典呢 就是它裡面有一間 叫做conference cathedral 就是一個高雲地利城的大教堂 它經典的地方就是因為它被 那時候二次世界大戰呢 被德國的空軍炸過 為什麼這麼經典呢 第一件事呢 它是一個中部城市 那中部城市呢 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說 打仗的時候 那些人去炸 這些沿海啊 或者炸倫敦呢 都情有可原啦 是不是 或者炸利物浦這些 但是如果它一個德國的空軍飛機 從這邊飛過來 經過這麼多的地方呢 炸到來中部的地方呢 所以就是很經典 也是很震恙人生的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告訴大家 德國的空軍的能力能夠 排除重重的障礙 和這個 反空炸的設施 而飛到一個中部的城市 炸一個中部城市的大教堂 和這個地標呢 就是 可以這樣說 德國那時候是市強 而 亦都同樣方面 令到 英國人的士氣是很低落的 因為 覺得 嘩你這樣都做得到啊 那我豈不是豪雞 就是這樣解的 所以呢 它一直以來 這個conventry 被人炸了之後 它都保留了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 當然啦 它有它的歷史價值 因為它是 大概 十四世紀起好的 這個conventry 是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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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得的教堂 就是很漂亮的 就是這樣 現在 這邊呢 就是新的 舊的部分呢 就是在這裏 剩下的空殼 這樣 就被人貧掉的 那 剛才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 連那些穆斯林人 都來看這個地方 那你就知道 這個地方其實都有它 很大的歷史價值啦 這樣 那 還有幾漂亮的 假如你進去呢 比如你到時住conventry 或者去conventry玩呢 那 進去坐下 是幾漂亮的景色 有一些日光透下來啊 幾特別的那個地方 好了 講完這個地方之後呢 你都告訴大家 conventry有什麼特別呢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他無故端端 被人選了做2021年的文化城市 但是老實說 去過conventry這麼久呢 都不覺得他有什麼特別的文化城市 即是 如果你去到諾廷銘呢 都會感受到諾廷銘有他的文化 還有他真的很多的市場設計 還有搞很多藝術的東西 但是conventry真的不覺得 每次去到呢都覺得 conventry給我一個感覺 就是一個大商場 即是他的市場景深很有趣的 他好像一個大商場那樣 我給大家看一下 喏 喏 他是這樣的 那其實他這些呢 是公家地方來的 所有不知為什麼 他蓋了這些地方 然後呢 你走這個呢 就是一個廣場的東西 那我就這樣說 很難令到別人明白 究竟為什麼 會令我 令我感覺到conventry 是一個很大的商場呢 他的市場景深 老實說 他真的有點像香港的 魔的 那這個是他conventry的 的一個叫做 博吉 一個廣場那樣的東西 就是他市中心最中心的地方 那呢 那 他 很多地方呢 那些店舖呢 就是有壓遮頭的 那上面呢 兩層的 我是不知為什麼會起到這樣 那但是呢 反正你走下去呢 不斷在這個conventry的市中心裡 游走呢 他都會有這些 有壓遮頭啊 有兩層的複式的商鋪啊 有樓上樓下這樣 那這個就是他整個市中心的 就是這樣 所以你走進去的時候呢 他是九曲十八彎 不停穿插不同地方 但是呢 給你的感覺都是在 你不停在走一個大商場 但是他是一個市中心來的 就是他 在英國是少有的 即是市中心的 建築鋪排是這樣的 所以有時候走這些地方呢 會感覺到自己好像 去了一些 香港的屋邨 這樣的感覺 真的 是啊 就是這樣啦 那另外呢 可以再跟大家說回 conventry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說呢 他裡面有兩間大學 那但是呢 他兩間大學呢 有什麼大學呢 一間叫conventry Euracy of Conventry 另外一間呢 就是Euracy of Warwick 這樣 那呢 其實呢 好可愛的 他表面上呢 conventry大學呢 是一個地區大學 就是 用他這個地區的名字 來明明的大學 但是其實他的成績不是那麼好 反而他好成績的話 那個學校就是Warwick U 是出了名的 是很厲害的 這個學校來的 但是呢 奇怪的地方就是呢 Euracy of Warwick 是遠離Warwick這個城市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Euracy of Warwick 在這裡來的 在conventry外圍 但是呢 Warwick呢 是在這裡的 所以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而另外呢 Euracy of Conventry 就是在這裡的 是市中心一點的地方 就是這樣 以前我有朋友都說過 他說如果入大學呢 成績不好 入Euracy of Conventry 是一個選擇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人家聽上去 喂 Conventry U 一個地區代表的大學 應該又回到上去 但偏偏實情就不是這樣 是Conventry U 是比較差一點點的成績 那好那間呢 就是 Warwick了 可望而不可求 就是這樣 那說完這件事情呢 也都說回呢 一路以來 Conventry他有什麼代表作呢 Conventry他代表作呢 就是他以前 在十四十五世紀開始 是不是呢 我不記得了 總之在工業革命的年代 他是英國的 中標製造中心來的 那其實在那時候呢 他是 跟這個 瑞士的中標 是 大家對撼的 就是那時候他是 厲害到這樣 但是後來當然啦 就玩不過 瑞士的 中標 生產啦 跟著就摺埋了 那當他的 中標製造摺埋了之後呢 他就轉型了 很多人呢 將他們 所得 所有的資金和技術 就轉型了去做 這個單車 所以呢 Conventry那時候呢 是在 十九世紀那時候 是 英國的 單車製造中心 那時候他做了很多單車的 那 同期間呢 他也是有做到 電單車呀 汽車呀 機械呀 甚至是 飛機的 那其實呢 他後來之後呢 也都是 轉型 繼續轉型的 他離開了 單車製造這個 這個行業之後呢 Conventry呢 亦都是 轉型了 成為 一個 汽車製造工業的 因為呢 為什麼呢 那時候呢 做單車的那些人呢 就不 安於睡的 那他們呢 玩完單車之後呢 發覺自己要 慢慢向上 提升了 那後來呢 他們就 開始去製造這些 汽車了 所以其實呢 以前呢 最初的 路華車廠呢 公司是在 Conventry 好像是在Conventry 後來才搬到 Bermiham 成為了一個大的 車廠 亦都是成為 令到Bermiham 成為這個 汽車製造中心啦 但是其實那個來源呢 就是 由Conventry 做單車開始 跟著之後 慢慢的人轉型 才做汽車 跟著不夠用 就搬上去 白明漢就是這樣 所以呢 是 是Wolfa Wolfa廠是最出名的啦 那後來之後 都沒有了 MG就是Wolfa 這樣啦 好啦 那講完一大輪 開放之後呢 就要講回 地區啦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Conventry 有什麼好的地區啦 那 其實Conventry 這個地方呢 挺奇怪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呢 他的地區呢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他比較集中 變成呢 他是好區 搭一個壞區 這樣 可能分中 又是那個情形啦 一個好區 隔幾條街之後呢 就已經是一個壞區的 所以因為是很問雜的情形 所以你很難分到 究竟哪個地區是好啊 哪個地區是壞的 所以你自己呢 買屋的時候呢 要小心知道 就是清楚附近範圍的 罪案都有多少 然後你才可以撥出去 但是總括來說呢 Conventry好的地方呢 就是 這個西南邊的 尤其是近這個 University of Warwick的地方 就是比較好的區域 就是這些地方 或者是 這邊 南邊 西南邊 這些地方是比較好 北邊都不差的 那我一一再慢慢說 好了 首先呢 要跟大家說呢 就不是這個圖片 就是按錯了 第一個跟大家說的地方呢 就叫做Lower Stoke Lower Stoke 其實它不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它的罪案率呢 大概一個月頭 有五百五十單 就是這裡 這個範圍的 那就是近市中心一點 也是近一點 啊 順便一提 近這個 Conventry U 向東邊 這些地方 其實都不好的 但是為什麼我會說這個地方給大家聽呢 首先因為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呢 整個Conventry City 啊 就是 這個高雲地理城 來說呢 最好的學校呢 就在這個地區呢 因為第一樣東西 就叫做南 也是南醫學院啦 那它 首先告訴大家 它不是根據Cashman 不是根據地區地域來修身的 它的修身條件呢 是基督徒優先的 而且特別是Church of England的教徒 但是它有一個規定的 就是你要常常回那個教會 才能夠classify 你做優先的 那你一年起碼要回教會 回這個Church of England的教會 回到五十三十五個星期 你才可以有這個 被優先修身取律的資格 如果你其他教會的記憶徒呢 都ok的 但是你也是要一年翻三十五個星期啦 證明你是一個 經常翻教會的常規的教徒 你才可以有優先進入這個學校條件的 另外一件事呢 跟大家說為什麼會介紹這個地區呢 就是因為呢 它 講到明了 低樓價地區嘛 不是這個系列 這一集是說一個低樓價地區 conventry 那它這些地方呢 如果你買兩房的flat呢 是十二萬五千磅 如果你買三房的terence呢 是十六萬磅 所以其實它的樓價是挺低的 現在在英國是很難找到這樣的價錢的地方 總之大一個問題就是 conventry它的治安不算差的 其實挺好的 很多朋友都開始慢慢留意到這個地方 我想到 可能分分鐘有些朋友會認為 這個地方還比derby更爽 為什麼呢 因為它近白明巷嘛 即是可以上班都選擇白明巷 是不是這樣 所以呢 所以大家不妨也都可以想一想 但問題就是 首先你要是有車才方便 如果你說你搭車 有conventry 搭去白明巷 火車的話 都不便宜的 這些東西大家自己查吧 我真是無能為力 不可以提供那麼多資料給大家的 那講完這個Lower Stoke之後呢 再講一些比較好的地區啦 那 先關閉一下 好了 就會講一些南邊的地方 那南邊呢 有什麼地方呢 有一個地方叫Elston Elston 就是這個conventry的市中心 西南面直落的 叫Elston這個地方 那它的治安也是 因為其實主要來說 他們這邊治安差 不是說真的它本區出雷拔稅的 問題是它太近市中心了 所以它一個月頭的治安 都有430單的 那但是對比起 那個樓價來說 真的性價比呢 你都見到啦 兩房的flat呢 是13萬英鎊 另外三房的terrence 是17萬5千 所以都挺好的 還有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你叫教徒的話 而你也都想著 他過來之後呢 會回到半年教會 或者半年以上教會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一下conventry的地方 無論去到哪裡都好 只要你有這個教徒 即是常規教徒的身份 你就可以進回剛才 告訴大家 那間幾好的基督教學校 因為它的優先修身條件 不是說地區的嘛 所以其實在conventry的地方 也都有人說過呢 做基督徒 或者天主教徒 入學是比較有優位 比較有優先的條件 所以很多 沒有宗教 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英國人 他們覺得很不滿 因為為什麼呢 你歧視一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 這樣啦 那這些就 不會去討論究竟 怎麼樣 英國這些人很多不回教會啦 總之這個問題就是說 很多人覺得不公平啦 就是這樣 Elston啦 講完Elston這個地方呢 就講另一個地方 就叫做Green Lane的 Green Lane就是 剛剛那個Elston在這裡啦 那conventry市中心就是這裡啦 那Green Lane就是這個區域的 那其實呢 Green Lane和旁邊這個 那這個呢 Stifex Hall 不知道怎麼讀 Stifex Hall 就叫他 都是一個好區 是在conventry正南面的地方 那但是Green Lane就比較好一點 Green Lane呢 它的治安率 一個月頭呢 的治安率 都是85宗左右 還有呢 它有兩間學校 有天主教學校 有一個普通的學校 就是講地區地活而收身的 所以大家自己看 首先說回天主教的學校 他是說明一件事 優先修身的程序就是 你要是天主教領了洗的小朋友 你要讀過他的Vida School 那你才優先的 然後一次一等就是你是天主教領了洗禮症的小朋友 那就是第二個條件 但是我會分享這些學校的修身條件 那些連結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那他這邊呢 來到這邊好一點的區 就是Greenlink這邊 那個房價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兩房的Fract就是15,000左右 起啊 另外呢 三房的Terence是22萬磅起的 那真的有便宜有不便宜的 大家自己選擇了 那說完這個Greenlink 剛才說了 上面有一個Silvic Hall這個地方 Silvic Hall的價錢跟Greenlink差不多 因為其實他們都很近 另外還有這個地方 叫做Charlesmore Charlesmore 我真的不懂得讀 那這邊都是好的 總之其實是南邊 但是呢 最好是Greenlink 因為比較遠離小心一點 然後這個Civic Hall 又好一點 然後最差是這裡 那他們 那這邊Civic Hall跟Greenlink的價錢差不多 因為跟Greenlink都很近 但是可以跟大家說呢 就是另外這個 這個 Charlesmore 都真的不懂得讀 算近一點 那他就正南面 又是 又近一點點 那他的治安率呢 一個月頭的 借賬到260單左右 但是呢 他好的地方就是呢 他有很多那些 叫做Ex-council house 就是 之前是政府屋 跟著被人買走了那些 那也都幾便宜的 就是他兩房的Ex-council 16萬就搞定了 跟著之後呢 三房那些呢 是19萬磅 就搞一點 所以是 幾OK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都近這個 Conventry火車站 那可能會有些火車聲 但是我想香港人應該不怕了 習慣了都吵了 這樣子 另外 還有 如果你是基督徒 天主教徒也有 有著數啦 在上面少少有 有教學校 下面少少有 天主教學校 就是任君選擇 是不是 這樣子 那說完這個地方呢 另外還有什麼地方呢 另外還有 還有 這個 我要找回 在這裏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 Canese Canese 和Canon Pie 因為他兩個地方很近 所以我會group 一起說 那這個就是Canese 那其實就是 Conventry小英心的正南邊 就比 剛才的Greenlink 就是 過少少啦 那Canon Pie就是這裏 那其實他這裏呢 就貴的 但是他應該是 是Conventry來講 算是最好的區 理論上 因為他很近 Walwick Urace of Warwick 的 還有 他是很少樓 有得出 有得買的 就是這裏 華上面的Costco 正 那就是在這裏的 那就是比較獨立的區 那如果你自己有錢 又可能覺得 Bermicham不太適合你 那你可以看一看 那我這些是略過 不表的了 這些是真的大家自己研究了 那講完Conventry南邊的地方 那就講北邊的地方 北邊的地方有什麼地方呢 那就有這個的 就是 Cowsley Heath Cowsley Heath Cowsley Heath 就真的在Conventry很北的地方 就是這裏 這個Conventry小英心 跟著他在這裏 那他一個月頭的 治安的罪惡率呢 就是160單左右 那也是 天主教徒優先的學校 那就在他裏面這裏 那就是沒有辦法的 真的 因為Conventry好的學校 都真的被一些 教會或者天主教會 包攬了 普通的地區學校 就是去外圍一點點的 那些才有好學校 那但是 便宜 因為他樓價 因為兩房的FAT 12萬磅左右 然後呢 三房的就 15萬磅左右 那就 挺OK的 你想一下他上面 就是有一條 大的M6公路 跟著呢 就可以借下去 白明漢這樣 那但是 通常我聽聞 就說 那些人會覺得 是走A45 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 大家自己想 總之我提議地區 給大家去慢慢研究而已 那這個Calsley Leaf 挺好的 那另外呢 就是他旁邊這裡 有個地方 叫做Hobox Hobox 也是啦 也是挺好的學校 那 那就 應該理論上 剛才那個Calsley Leaf 那個Cashman 可以進入到 這一間President Kennedy School 理論上 大家要自己想想 那 但是問題呢 為什麼我要把它分開呢 因為剛才說 學校的 的確成績好一點點 這間呢 甘賴迪學院呢 就真的 中中挺挺了 但是呢 他就講地區性來收身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同樣 那治安的帳戶 跟剛才的Calsley Leaf 差不多 因為其實 都很接近啦 那你覺得屋價呢 那這邊呢 就13萬磅 可以買到兩房的Terence 那15萬磅 起呢 就可以買到三房的Terence 所以 都挺吸引的 conferency 一個地方的 的樓價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想想想 如果你覺得 啊 想急於買樓 又想買到幾好的地方 conferency是不錯的 那說完它北邊啦 那還有什麼地方呢 就是 可以說它外面有一個 衛星的小鎮 就比較近醫院少少少的 那就是這裡 啊 看一下先 我弄好一點點的位置 給大家看先 嘩 好難整 好啦 那呢 它這裡 我彈一下字幕出來 要不然大家看不清楚 那呢 有個地方叫Wall Grave 還有Porter Green 那其實呢 它 嘶 找不到 唉 彈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呢就是Wall Grave的地方 這個就是Porter Green 然後下面呢 然後下面呢 就有這個 怎麼讀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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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那就是三個地方 一場奶奶 在這裡 那不錯的 那就是近醫院 有什麼時候可以快點去醫院 哈哈 有點多意思 那主要跟大家說呢 就是說呢 啊 這個是 這個西人C-Lia 在Mums 他們提議的 就是他們說 這個康律有什麼地方好呢 這樣 他們呢是一致同意 就認為是 最好是近 University of Warwick 那邊的地方 那另外呢 就是這邊 他們說挺好的 那但是我查過啦 那Wall 這個地方是比較好一點 一個月頭的治安 都 查過治安率 都是200單左右 那次一等的那些呢 就是這些 Portress Green啊 和這個Wall Wave啦 那但是呢 他們就說呢 如果以性價比來說 他們這邊是挺好的 因為 治安可能 個個 序案中數比較多 但是他的樓價是便宜啦 大家可以見到 就是 三房的Terence 都是15萬 16萬 可以已經搞定了 是不是 那就不錯的選擇來的 那 那 但是個問題呢 就是說 如果你們是在白明漢 打算分開白明漢的話呢 那這邊就可能 不太方便 因為你要穿過一個convency 再去到白明漢啦 那這樣 或者你可以選擇 上上面 M6 公路 兜東西 那這個也是挺好的選擇來的 好啦 那這樣呢 今天 介紹這個 白明漢 先 介紹這個convency 的地方呢 咳 就是這麼多的 那呢 下次呢 就會跟大家去介紹 什麼地方呢 就除了convency 以外呢 其他warwaxer的地方 包括什麼東西呢 包括上面 尿heaton 尿heaton 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那我有沒有說過 Hinkley 好像之前有說過Hinkley 那但是就沒有說到 尿heaton 這個地方啦 那另外還有這個 Wermitton's Park 也是挺好的 大學校就 一般啦 還有Walwick 還有呢 還有這個 好可愛的喔 他 Walwickshire 是穿到來 這邊呢 這個 奧斯塔 和 這裡呢 都算是Walwickshire 變成有時候呢 它這些地方呢 小小的 但是你看到啦 上百名刊是挺方便的 所以可以想一想 但是下次再跟大家 慢慢聊這些地方的 價錢 還有有什麼好效啦 那今天的時間 是這麼多 又是時候跟大家說 拜拜啦 那呢 希望啦 今天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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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